大家好,我是安阳 我是尚吉 今天是10月2号 房津周的第二天 最近应该有很多人出去在外面玩了 连我们这个小镇上都特别的热闹 那个电动车都走不动 好多人都回来了 正好也降温了 我们都穿上了长袖 因为这几天实在是有点冷了 长沙这边它降温就是这样的 之前都三十几度 一下降到二十几度 然后过两天吧 可能又会肥身一点点 就是在这里迎接入冬了 还有一个月就要立冬嘛 家门口的这些桂花 也开始要开了 这个是金桂 颜色特别的深 一阵风吹过来香喷喷的 今天要开始种菜了 准备这把锄头 因为那些萝卜白菜嘛 现在就要开始种了 实际上我们还种晚了一点 晚了个把月 那个好像是要在七月份的时候就种 是农历啊 一般我们在乡下就是种菜的话就按农历来嘛 现在都已经八月了 已经晚了一个月 别人家那个喵喵都已经这么高了 我们那个白菜影子都还没看着 不过没办法呀 之前不是出去了吗 正好那一个月适合种 正好那一个月适合种 但是出门了 就算种好也会干死了 因为后面特别的干 只能晚一点点了 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他们说那个萝卜可能长不了那么大了 这个红薯到处爬 过一段时间又可以挖红薯了 我们那个萝卜的话 就给他种到玉米这块地这里 正好之前给玉米湿了很多底肥 他没有吃完 这边这个黄豆长得也特别好啊 到处爬 跟那个玉米杆杆都馋到一起了 给他们弄回去 再把这个玉米杆杆拔了 我跟你一起拔吧 那就快一点 这个杆杆晒干了可以当柴火烧吧 可以啊 把它回掉也行 把它收起来 往那边丢啊 丢到墙角 紫苏开好多花呀 它这个花也是紫色的 小小的一朵 这上面还有好多种子 风一吹 菜园子里面都是它的宅 难过那个时候长到到处都是 你这挖了一小半了啦 这个天气挖地还挺舒服的 喝点水了 不过确实有点口干 那肯定不 感觉挖地全身都活动了 那个人特别锻炼身体 这里还有好多红线菜啊 哇塞 是吧 明年它自己都会长 它掉了很多种子在里面 是的 这一块地终于挖完了 还得给它瓶一瓶打碎一点 上街在这边除草 一下好干净啊 除了好多 这个丝瓜里面全是草 现在里面都干干净净的了 那一块地也罚了不少 这边还有一小堆呢 那里一小堆 这里一大堆 这丝瓜也快要收摊了 把它们堆到这个下面 让它腐烂 到时候变柚子树的肥料 给我结柚子 今年这个柚子树都没结 一个都没有 现在给它修个浓 修成一竖条一竖条的 那栽出来漂亮一点 这个宽一点的锄头 更方便一点 高刀修好了 现在去镇上买种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太阳花 正好在这个面包车旁边 开的非常的好 旁边这些 多肉 还有长春花 也是很健康啊 长得特别大 这边是一些那种 之前有些稻骨 撒在这里了 然后长出这种荷苗 全部都被小咪吃了 它这个尖尖 特别适合当猫草用 这种也有一点甜味嘛 这全部都是被它吃的 买完种子 顺便还要买肥料 家里的水也不够了 还得去打水 还是这个面包车方便一点 那个电瓶车都拖不下 东西太多了 装不了 包括看到很多朋友说 我们这个面包车 才搞好又卖掉很不划算 我们就暂时先不卖 对 留着还是很管用的 现在天气也冷了 冬天出门 还是面包车暖和一点 有时候 那个电动车吹的那个风 瑟瑟发抖啊 好冷的 到镇上了 还有好多人在这买菜 3好多的 哎呦 真太多的 你3好多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肥料 老板在来爱护 还买了一包复合回 到家了 自己那个水箱打了一箱水 还买了一桶 感觉那一箱水 少了 吃不了多久 主要是为了这个桶啊 到时候一次就打娘桶 菜头全部买回来了 这边是一些葱啊 白菜啊 什么 红菜苔之类的东西 今天暂时不种 提前买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萝卜种子 这个是散装的 那种3块钱一两吧 我们这里买了2两 6块钱 3块钱一两的话就是 30块钱一斤 嗯 爱两6块钱 这都不知道有多少颗的 够够的了 肯定够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复合回 因为要使底肥嘛 我很想用那个农家灰 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产量不够 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复合回 搞点底肥 然后后面 追肥的话 就可以用那个农家灰 来浇 现在赶紧去给它种了 现在给它把底肥湿了 撒完了 再把这个肥料埋在下面 免得它烧那个根 小米不知道在抓什么 跳来跳去的 好像抓到了 没有吗 没有抓到呀 我还以为你抓到了 跳那么高 肥料买好了 现在来撒种子 这个种子可以多撒一点 因为它这个白萝卜 可以吃三次 第一次就是 刚长出来 然后大概长到这么长的时候 那个就是娃娃菜 直接炒那个叶子吃很嫩 非常的香 然后它又长大一点 长到大概这么高 结那种小白萝卜的时候 拔出来 用开水烫一下 泡一晚上 那个就叫 秤菜 秤菜 就是那种酸菜 算是一个小泡菜 不过不是很酸 炒起来很香 最后就是等到快过年的时候 那个白萝卜长大了 就开始用来炖牛 肉啊什么的 炖排骨 就是吃三个阶段 开始的话 让它长密一点 最后再把这个种子盖一盖 最近的风太大了 等下吹的到处都是 然后再浇一浇水就可以了 再来打点水浇一下 今年这个池塘好像很干很干 这个得要下去很多才能打到水 还得猫着腰 我都怕自己掉进去了 烧工了 准备做饭了 今天吃一个芹菜香肝炒肉 这个肉它本来是两坨粘在一起嘛 我放在这里解冻 结果我们就撒了一会种子回来 就被野猫叼走了一坨 现在只剩一坨了 本来还可以再吃一餐的 很快就要切一坨 就像这个要切一坨 就像这个可怕的一坨 就像这个走一坨 是在这个地方 就像这个一坨 但是要切断 就是用其他一坨 看到那个油 就像是一坨 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这样做的 有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像是有什么东西 菜都备好了 现在把这个锅洗一下 好多年不做饭 这锅里面全是灰 把那个灰洗了一下 现在来烧点开水 把这个锅再烫一遍 刷子刷一下就可以了 再烫一遍 这锅里面也要再烫 毕竹的了 鲜鲜 煮出锅 吃饭呢 好久没用柴火到做饭了 吃着还是香一些的哦 好香 猛火爆炒 香干炒肉真的特别香 芹菜也好吃 不过它颜色一点淡 我们今天买了芹菜种子 我们自己买的是那种深绿色的 颜色很深 比这个杆杆要粗一点 那种肉多一点 你喜欢吃那种吗 去年种的那种水芹菜 没有这个香 那种毕竟味道不对 它种是野生的 就感觉不怎么好吃一样的 炒肉都没有很好吃 还是这个香一点 反正那种子也不贵 一块钱一包 有好多 嗯 够吃了 今天种买白萝卜 明天就种白菜 反正冬天就是萝卜白菜了 那个白菜台特别好吃 我最喜欢吃了 我可以天天吃 就是白菜台 配一个菜就可以了 还有主菜台 红菜台 那不是主菜台吗 红菜 红菜台 嗯 红菜台 红菜台 白菜台 哦 那个紫菜好像是那个打汤的紫菜 对啊 要赶紧多种点菜 过冬的话 就可以省不少钱 嗯 就会会吃的 那还是この创业 对吗 当然 你是那些人 都是 你 你 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